刚刚讲完巴黎 现在讲多蒙特真是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讲到多蒙特今季的德甲揭霍战 我想一开始多蒙特的球迷都有一点被吓到 今季一开始第一个防守就已经失球 奥格斯堡这边就首个进攻就来入球给你看看 这次新组开球不久发梦 没有跟对手的overlap 阿简志亦在中楼发了梦 上季没了德甲冠军的原因就是防守太差 难道今季的命运都是一样 刚蒙特球迷在这场赛事一开始一分钟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这些心态 不知道有没有害怕过 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 然后他们的防守区域集中就没有事发生了 而且多蒙特还有另一种防守的武器 就是他们的进攻取代防守 保持控球在脚 贵初来说今天都算是猜得很流畅 而且他们都算是当今世上进攻点厌 不僅拉边来说就是排世界第二或者第三的球队 第一当然是曼城 九成时间跟你拉边 多蒙特就七至八成时间拉边 和霸人毛利克平排 所以多蒙特有时候 都不需要靠马高莱斯回后引领攻势 都是可以轻松在进攻面那里用尽闊度 向前交到球 因为有两边进攻点拉到一边 容易有这个选择找到 轻松可以猜过半场上到二十五马区域 所以就是说多蒙特有拉边 今天跟巴黎形成强烈对比 多蒙特大炒对手 巴黎就是输球 多蒙特进攻点拉两边 结合两只杂 结合两只杂 即是进攻点和杂 在边线那里能够紧密合作 那就可以轻松落底 再结合多蒙特四个进攻点 四二三一 右边有新组做六叶 中间有马高莱斯做主角 连同左边半主角夏萨特弟弟 什么类型的进攻点都有 当然还有埃卡萨做支点 是很齐全的一个结构来的 所以呢 就是他们可以闪电 就是追成一比一平手了 那今次去到呢 就是右手边的新组都说过 他有拉边 所以立刻可以上到二十五马区域 他有拉边 所以有推进的空间 他有拉边 所以就拉空到中间的空位 那就是给了 今天中路做主角的马高莱斯 就是underlap插进去 接应这个新组是直线传送的 入这个就是禁区底线 第二波全中产生必入球 是超级主攻套路 近期就越来越多球队 懂得玩这一招超级主攻 用half space underlap插进去 那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机会 就是被这个曼城所啟发出来的 那以往普遍认为这样交球 就是交球下去死位的做法来的 那但是到今时今日 经过了哥迪奥拿的研究 和展现之后 交球入死位的行为 经以大行其道 而且还有非常之高入球效率 那利物浦的队长 亭达臣、拜仁慕尼克的湯马士梅拉 多蒙特的马高莱斯 现在都懂得玩了 那但是他们三个里面 似乎马高莱斯的能力 就和奇云迪布尼最接近 同样是有速度和技术 所以多蒙特很可能 就是继曼城之后 玩underlap插进 玩得最好的球队来都未撑过 那之后呢 多蒙特上半场 就未入球的原因 就是因为两边的进攻点 仍是有少少时间 入中间没有拉边 拖后了入球的时间 那去到下半场 哈萨特弟弟 仍是有少少入中间 比较少留在左手边 那所以呢 这个进攻当中 就域素偶然去左边 填上那个左边的位 拉一拉边 拉开对手 就可以落底线 地球全中 这个美术的新组 就必入球搞定了 再一次引述了 拉边的紧要性 不过呢 今次搜换完 无法接收到 没收到 全中球 是有少少的责任的 而之后的第三个入球呢 多蒙特今天的第三个入球呢 是属于明买明卖的斩高球方法 每次大家听到我说明买明卖 也就是说那对波老鼠拉龜 没有其他方法 不过呢 今天的多蒙特 用明买明卖 我就没什么所谓了 因为多蒙特 经意之前 向我们展现了 他们是有利用地球 短传 破密集的能力的了 亦都的而且确 就是用这些方法 成功反超前了对手的嘛 所以多蒙特 只不过在短传连结 主攻结构 主攻基础上高 再加上明买明卖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可以帮到球队 更加多了一种进攻的方法 两种的变化 令到他们的进攻手段 更加是变化多段 变化多段 也就是没什么所谓 我一直批评的地方 就是一些 不懂得利用短传破密集 只是一种方法 明卖明卖的球队 今天多蒙特第四个球 用短传连结破密集 58分钟 他们还用主攻以外的 另一种短传破密集方法 就是利用半主角内切入 去中间做中短期进攻 就是过来左手边的新组 今次在左手边内切入 第二球全装 找到艾卡沙又搞定 第五球球又变化明卖明卖 就认真变化多段 对手完全无所适从 大炒到奥格斯堡 大炒即是说 德塞球有着数 也令到多蒙特今季 一开波就是初现冠军双方 至于今年多蒙特的联赛冠军 机会高不高得过 霸仁茂尼克呢 霸仁就买了古天奴 借了古天奴 有没有影响呢 对于这个联赛冠军的争夺 大家就有请 听下明天的转会评论 今天卖着瓜子先 不过怎么都好 多蒙特都可以靠自己的进步 去提升冠军机率的波 今季来说 多蒙特有什么进步的空间呢 以往呢 我就说 马高莱斯回后裸波 引领攻势比较少 今季来说 应该是见到他 或者会有进步 加上两边进攻点拉边 有时就减轻了他回后裸波的压力 不过呢 马高莱斯那位呢 依然是有少少可以进步的空间 如果马高莱斯可以再多些呢 跟左右两边的进攻点 结合两个杂三个人在边线那里 多些去紧密连接 多些紧密合作的话 就更加有破密集的能力 其实今天都见到 每次马高莱斯和边路的球员 一紧密合作 就立刻有进步可以见到的 例如是第一个进步 就是这个马高莱斯 Underlap都说过 就是他做这个HalfSpace的超级主攻插入 而取得这个就是助攻 加上就是帮多忙进入 而第四入波 第四个入波来说呢 其实是马高莱斯 曾经做了一个叫做overlap的走位 他就帮了新组引空对手 新组才可以来切入中间做半主角 所以这次马高莱斯 就是跟这个新组做半主角的时候 没差做主角 就是默契非常之好 他一overlap 新组立刻做半主角 现出中路就立刻产生到中短期进攻 所以就是说 只要马高莱斯再多些 再多些就是游走 两边禁区顶的中路位置 没有波走位再多些 去能够接触到两边进攻点 就更加好了 那我们今天见到呢 就是多蒙特呢 猜球的时候 左转右 右转左呢 就见到马高莱斯 就不是说很灵活呢 就游走两边的 有时站在那 看着转的方向 都是看着对边呢 两只这一闸 和进攻点呢 就互相猜 两个猜 如果他能够及时呢 冲过去呢 当下手呢 就会很好的了 希望呢 就是马高莱斯 可以呢 在这方面进步 这样就可以帮多蒙特呢 大进步的了 那来到这里呢 希望那麽多位可以帮到小弟大进步 方法是什麽呢 按广告 按广告 弹广告视窗 和播出有声广告片 那就有些收入的了 多谢先 这个呢 也可以订阅按钟仔 方便接收新片的通知 那就是或者呢 就是用25元的方法呢 就是资助这个频道 做专属会员也是可以 那手机那里呢 片的下面 会有固定的广告字眼位置 记得要按下去 弹一些广告视窗出来 这样才能帮到手 电脑呢 记得要关掉广告程式 发现电脑片的里面有banner 广告片的右边有广告 记得要按下去 弹一些广告视窗出来 这样才能帮到手 而无论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youtube呢 都会时不时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广告片 那大家呢 除了播出一条广告片之外 记得要不要喵声 播出一条有声广告片之外 还可以在广告片的里面 先找广告link click 例如电脑的话 广告link会在广告片中下角 而手机的话 广告link会在广告片中下角 是右上角的 好了 讲完发夹 讲完得夹 这周所有的联赛都讲完了 明天可以做个主要评论 再之后就是预测 记得就是礼拜六 晚上12点钟 就是利物浦对阿仙奴的赛前专属直播 拜拜